大家好,我是Will,欢迎来到X调查 有一名小女孩在距离自家近400米的地方离奇失踪 当时正值放学时间,有几名同学看见过她 但由于缺乏线索,案件成为了悬案 在事件发生了10年之后,出现了另一条线索 让人们稍微了解到当天可能发生的状况 然而对于她的去向,至今依然是一个谜 它就是发生在日本的知名悬案,急穿有离失踪事件 故事发生的地点位于日本的大阪府 大阪府位于本州岛关西地方中部 是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其府厅为大阪市 位于大阪府南部的全南郡 有一个叫做熊曲丁的地方 它是大阪府辖下人口最多的丁 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吉川友离 他出生于1994年3月 他有一个哥哥 两人从小和父母以及祖父母一起 住在熊曲丁的一个叫做七山的地方 他们家所在的七山是一片住宅区 附近是一幢幢老房子和各种小商店 虽然周围都是小路 但这里充满着悠然、祥和的生活氛围 吉川友离就在这样的环境一天天长大 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从小受到长辈和邻居们的喜爱 1999年,吉川友离进入了离家不远的熊曲丁立北小学读书 他性格文静聪明好学 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吉川友离也结识了几个要好的朋友 白天他们会在操场上玩耍 放学了一起结伴回家 2003年 这年吉川友离9岁 他已经是一位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 然而这在一次放学之后 吉川友离仿佛从这个世界消失 再也没有出现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为何会突然失踪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2003年的5月20日 2003年的5月20日 这天是个星期二 晚上7点半 大阪府全南郡警察署接到了一则报案 报案人称 他家的9岁女儿吉川友离失踪了 他本应该在下午3点多放学回家的 然而现在已经晚上7点半了 他还没有回家 家里人已经打电话给他的同学和老师 但他们都表示 吉川友离在放学的时候就离开学校了 现在女儿不知去向 家里人十分着急 希望警方能够提供帮助 警方了解到 失踪者吉川友离这年只有9岁 夜晚独自在外很容易发生危险 于是警方立刻展开了搜索和调查 在对一些同学进行询问后 警方大致还原了当天的经过 事情要从这天早晨开始说起 吉川友离比往常早起了一个小时 他穿上学校的白色校服 背上书包前往学校 这天吉川友离之所以会早起 是因为他所在的熊曲丁丽北小学这天不上课 而是组织了一次校外活动 所有四年级的学生将前往大阪市下水道科学馆参观 这是一座专门科普污水处理知识的场馆 吉川友离来到学校后 就和同学们一起坐上了巴士前往下水道科学馆 这天天气晴朗气温事宜是一个初心的好日子 吉川友离与同学们一起体验了污水处理的过程 还关上了喷泉乘坐地下过山车 以及观看3D影片 活动结束后 吉川友离和同学们再一次乘坐巴士返回了学校 到校的时间是下午2点半 平常正常的放学时间是下午3点10分 由于马上要到放学时间了 老师就让同学们提早放学回家 我们来看地图 这里是雄曲町立北小学的位置 这里是吉川友离家的位置 平时吉川友离都会走这条较近的路步行回家 这段路的长度为1.1公里 步行十几分钟即可到家 然而吉川友离这天并没有走这条路回家 原因是这天放学时间 比往上提前了半个小时 时间很宽裕 所以他和另外4名女同学结伴而行 走一条稍远的路回家 这段路的长度为2公里 步行需要半个小时 时间来到了2点40分 吉川友离和4名女同学一起离开了学校 走了没多久 其中一名女同学就和他们道别离开了 吉川友离和剩下3名女同学 继续沿着这条路往前走 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 饶有兴致地讨论着 今天的科学馆里的所见所闻 时间来到了下午2点57分 此时4名女孩已经走了17分钟了 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做七山交叉口的地方 该位置距离他们学校1.4公里 他们在这个路口停了下来 因为他们的家在不同的方向 吉川友离需要沿着东北方向的岔路 再走560米就可以到家 而其他三名女同学则需要走另一条岔路 于是吉川友离在七山交叉口与伙伴们到了别 然后独自一人往家的方向走去 三名女同学看着吉川友离离开后 他们也往各自的家方向走去 独自行走的吉川友离走到了一座仓库旁 走过了这座仓库 前方就是一排排的老房子 时间来到了下午2点59分 此时距离吉川友离与同伴们告别 才过去了两分钟 一名来自雄举丁丽北小学的四年级男同学 骑着单车从缓坡的上方向下骑行 他正好看见了迎面往上走的吉川友离 这位骑车的男同学刚才一放学 就快速的跑回了家 然后骑上家里的单车准备出去玩 男同学看到吉川友离后 就跟他打了个招呼 向他说了声再见 吉川友离礼貌的回应了一个微笑 两人相遇的位置在这里 此处距离吉川友离家仅400米 从吉川友离与男同学相遇的位置 往家的方向有一家商店 当天下午商店门口有几个人 其中一人表示 他在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 的确看到过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 他一边哼着哥一边往前走 经警方查证 那位亨哥的女孩并不是吉川友离 而是另一名女同学 从商店位置再往前260米的地方 有一个巴士车站 该巴士车站距离吉川友离的家 只有50米 如果吉川友离回家的话 一定会经过这个车站 每天下午3点15分 都会有一辆巴士停靠在这站 他会在原地等10分钟 然后在3点25分出发 警方找到了当天在车站等候的巴士司机 以及车上的乘客们 但没有人表示 看到过类似吉川友离的小女孩经过 根据所有已掌握的信息 可知最后目击吉川友离的人 就是那位骑单车的男同学 目击的那个斜坡距离吉川友离家400米 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 看见过吉川友离了 吉川友离走的那条小路 并不是什么交通要道 按理说抽流量不会很大 但由于附近有一座医院 时不时会有几辆车在小路中穿梭 接着警方对吉川友离回家走的整条小路的地面进行查看 他们没有发现明显的拖债痕迹或是血迹 也没有任何交通事故或挣扎的痕迹 这条小路上都是老房子 街道十分安静 在吉川友离失踪的时间段内 也没有人听到过喊叫的声音 警方由此推断 吉川友离很可能是被一个开车的人带到车上 再迅速驶离盖地 就在吉川友离失踪前两个月 也就是2003年3月 全南郡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一名小学六年级女孩在放学回家路上 被一名开车的陌生男子叫住 男子试图将女孩带上车 好在女孩奋力挣扎最后跑掉了 男子见没有得逞就逃之夭夭 警方怀疑吉川友离的失踪可能与那人有关 因此警方对当日曾经出现在小路上的各种汽车 摩托车进行了排查 吉川友离失踪的第二天 警方向公众公开了失踪者吉川友离的照片 以及个人信息 吉川友离年龄9岁 驾驻全南郡熊曲丁七山 身高135公分 身形较瘦 鼻子右侧有一颗痣 失踪时身穿熊曲丁立北小学校服 为白色短袖上衣和深蓝色裙子 背着黄色书包 脚上穿着粉色袜子和深蓝色鞋子 如果有人看见过他 请立即联系警方 吉川友离失踪的第三天 全南郡警察署对吉川友离的失踪案 成立了专案调查小组 他们对吉川友离失踪当日 曾在熊曲丁立北小学 到吉川友离家的这段路上 行驶过的所有车辆进行排查 经驾查后发现 当日放学时段 在熊曲丁立北小学 曾经驶过10辆车 警方对这些车主进行了调查 除此之外 这条小路上的所有住户 以及店铺人员 也被逐一问话 一些有过犯罪记录的人 被重点问话 但未发现异常 由这条小路上 没有监控摄像头 无法找出当天所有经过这里的车辆 一时也无法找到更多目击者 搜查人员进入了附近的树林和水坝 还将附近池塘里的水全部抽干 结果也没有发现 这起案件 给警方的侦查 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在分析吉川友离失踪可能的原因时 警方首先询问了吉川友离的家人 吉川友离的家人们表示 吉川友离是一个阳光的小女孩 失踪当天 他身上没有携带任何现金 因此他不可能主动离家出走 吉川友离几乎每天都是自己走路上下学 虽然这天他没有走平日里长走的那条近路 但对于他来说 家和学校附近的所有小路他都认识 最后目击点距离他家只有400米 因此不存在迷路的可能 另外 吉川友离平常放学的时间是下午3点10分 如果有人试图绑架吉川友离 那么一定会对吉川友离正常上下学的时间 以及路线进行调查 而5月20这天 学校组织了一次外出活动 从而提早了半小时放学 因此不太想有人 针对性的带走了吉川友离 这天吉川友离既不是和往常相同的时间放学 走的又不是和往常相同的路 因此吉川友离的家人们认为 如果吉川友离被人带走 此人应该不是针对性的绑架吉川友离 况且吉川友离平日里说话较少 也未曾与人交恶 也想不到会有谁会加害于他 吉川友离算是一个比较害羞的女孩 一般不会主动和陌生人一起走 由此警方在搜索可能的犯人时 也遇到了困境 就在这时 警方发现吉川友离的家境不错 他的父亲吉川友明是一名商人 那么会不会有人将目标 瞄准了吉川友离家的财产 由此绑架了吉川友离 目的是索要赎金 又或者是父亲在生意场上 与人有过节 对方想对他女儿吉川友离下手呢 基础人员对吉川友离家的所有通讯设备 进行了监听 如果有绑匪打了索要赎金 可以立即进行追踪 警方也调查了与吉川家 可能有过纠纷的人 但似乎他的家庭 没有与别人有什么重大的矛盾 2004年7月 这是吉川友离失踪的一年多后 得益于警方对吉川家设备的监听 警方发现了一个线索 有两名来自大阪府板警市的神秘人 打电话给吉川友离的父亲吉川永明 他们表示在距离熊取町180公里外的三重线 发现了吉川友离 如果他想让吉川友离回家 吉川友离就要向他们支付10万日元的交通费 吉川友离在听闻女儿的消息后 立刻把情况告诉了警方 警方也对这条线索进行了追查 但最终发现 这两个来自板警市的人只是在诈骗 他们根本没有见过吉川友离 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有关吉川友离的失踪报道 想试着诈骗一下 最终被警方识破了谎言 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 吉川友离的家人和全南京警察署 还没有放弃寻找吉川友离 他们每年都会制作新的寻人启事和海报 在人流量大的街道上分发传单 各个标志性建筑的大屏幕上 有时也会播放寻找吉川友离的相关信息 吉川家也会时不时的接到电话 打电话来的 除了有热心为吉川家提供线索的人 还有不少深层自己找到了吉川友离 需要吉川家汇款 才能将吉川友离送回家的人 吉川友离的家人们 虽然知道这些电话大概率是诈骗电话 但他们宁可自己被人骗走前 也不愿错过找回吉川友离的机会 哪怕希望是那么渺茫 截至2008年底 吉川家总计被骗走了7000万日元 虽然女儿仍未找回 但他们不想放弃 每年都会有热心群众 向警方提供新的线索 警方也不会错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对所有线索进行彻底调查和追踪 但收效甚为 巡回吉川友离的希望 正变得越来越渺茫 时间来到了2013年5月 此时距离吉川友离的失踪 已经过去了10年 这年出现了一位目击者 案情似乎迎来了一丝转机 这样的消息 犹如平地惊雷般 令所有坚持不懈 寻找吉川友离的人们 重新燃起了希望 一名目击者向警方表示 2003年5月20日下午3点左右 他正在距离吉川友离家 350米的路口处 当时他开着车 沿着小路往西南方向行驶 这时迎面开来了一辆黑色汽车 由于小路较窄 于是自己将车稍微往左偏移了一些 腾出空隙 方便汇车 正当他往左偏移时 他看见车的左侧还有一辆汽车 那是一辆白色丰田黄冠车 当时他正转向左边那条岔路 目击者注意到 坐在白色丰田黄冠车驾驶位上的 是一名短发男子 副驾驶位坐着一名小女孩 小女孩身穿白色短袖上衣 看起来与熊吉丁丽北小学的校服十分相似 目击者表示 自己是看到了警方公布的信息中 张贴着直权友离身上穿着的校服照片 才回想起当年的那一幕 于是就将此事报告给了警方 这名目击者所说的路口 就在单车南海与集团有离相遇位置的 东北方50米 也在商店的西南方50米处 目击者回忆到 那辆丰田黄冠车是白色的车身 带有黑色后视镜 款式应该是1987年到1991年的第八代黄冠 由于这条小路比较隐蔽 周围都是老房子 并不属于繁忙的街区 因此警方经过研判 认为那辆丰田黄冠车 很可能是从百南市或者河戈山出发 途经此处的车辆 因此警方在百南市以及河戈山市 搜查了约2300辆白色第八代风条黄冠车 并对这些车进行了调查取证 但由于事件发生在十年前 早已没有了什么线索 至于那位提供情报的目击者 警方也曾对他表示过怀疑 但经过调查 他完全不知道当年发生的这起案件 只是十年后 在电视上看到才突然想起来 警方也排除了他的嫌疑 警方根据吉川友黎小时候的照片 合成了他长大后的模拟肖像 并对大众进行了公开 警方为吉川友黎的失踪 设置了300万人员的悬赏 希望可以征集到有关线索和信息 截止到2017年 全南京警察署在案发的14年里 排除了7.9万人次警力进行调查 多年后 熊举丁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 在七山附近的居民都还住在那里 老房子还是那些老房子 从吉川友黎失踪后到现在 他家附近的样子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如果吉川友黎还活着 现在已经27岁了 他的家人们以及警方 依然没有放弃调查 并每天期盼着能够与他再次相聚 多么希望 这只是吉川友黎的一场漫长的梦 当他醒来后 可以继续走完 他当年没有走完的回家路